大家好,今天元宵佳节我们就出来,虽然没有花灯看,也出来看花了 我们预备今天走这个屯门很出名的景点彩虹栏杆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河福堂书院旁边,这个井头上村有一条楼梯可以上去 这里也是属于麦里号径的第十段 如果大家有时间就可以来这里走,其实这里很简单 河福堂书院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这里你就见到一个郊野公园的指示牌 我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麦里号径的终点 就是说走到这里就整条麦里号径就走完了,总共有十段 这里就属于第十段,我们看一下我们就见到几个美女在这里 也都见到很多行山的人士,其实现在这些疫情那么严重 就不要去一些室内的地方玩了,就尽量出来户外活动一下 第一个,就可以做一些身心的舒展的动作 也可以吸一下新鲜空气,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做多些运动,出多些汗,应该的健康状况都好些了 我们现在沿着这条路进来,就是向着彩虹栏杆的地方走的了 这里大家见到也有一个很大的水坑 因为现在是冬天就没什么水,所以是干水的 我相信春雨夏天下雨的时候,这里的水都会很大 大家见到了,这里有个地标写着往郊野公园 就沿着这个斜路上去,很简单的 转一下眼,这几个美女就抛掉了我 真的没有雷气,放下我在这里 在这里沿途,我们都见到有些乡村人家的 也有些农作物在这里,看到有些芭蕉树 我想这些应该是大礁了,也都见到有果实的了 那真是,哇,多么开心呢 如果你家里有机会给你种一下椒,这里挺好的 真的,不是种椒的椒,是种香椒的椒,大哥 也都见到一棵很茂盛的龙眼树 哇,这里其实有很多棵果树在这里 这里几棵都有龙眼树,很漂亮,也都有一棵树在这里 原来美景是很近的,只要你用心去找找就见到有了 那看到这个溪水,溪水就散散了,这样流流流流流流 那这个也都属于一个长年有水的溪来的 只不过是多定少的问题而已 那也都见到一些乡村人家在对面 那我们沿途呢,除了见到龙眼树呢 那我们现在见到一棵黄脾树了,这棵就正正式是黄脾了 那我们都知道黄脾树撩哥了,不熟不吃 那这个黄脾叶就是这样的,也是属于一个上鹿的桥木 那夏天的时候就很漂亮啊,这些树 其实这个山坡沿着上来都是果树 也都见到芒果树,芒果树已经开始有花了 那也都见到羊土树,这棵就是羊土了 啊,冷奶了啊,浪来了又怎样啊? 羊土,那些羊还不涂吗?是吧? 那原来这里,沿路都是这些果树来的 以前这里都属于一些慕容的村落 那现在因为城市化了,那些果树很多被人遗弃了在这里 没人理的了,那如果你在适当季节 有机会行山,你都可以静悄悄摘多些果的 那我当然我不建议你这样做的 因为不知道它那个主人何时会出现的嘛,制不过的 那大家见到这个路标了,这个就是麦里浩径十段了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麦里浩径总共的全部的长度里面的最后一段 这个是第十段 我们看到一棵很密贸的葡萄树 别说了,这些是葡萄 并不是葡萄的葡萄 这个是葡,葡公英的葡,葡花的葡 我以为是有吃的皮籽 现在开花了,葡萄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听着我说,葡萄的结果果实成熟期是固定的 大约在端午节前一个星期,它就是最成熟的 那一个星期你就好吃了 如果你那个星期不吃,它再过一个星期 它开始就会鱼的了 这个有果 收缩的了,对啊,有果仔的了 端午节就可以了 是,它一定是端午节的 所以它这个产量第一是少 它那个旺季大熟的时候很短的 所以很少市面上都可以卖 而且它很容易撞到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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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这个瘦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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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就見到一個分岔路口 向我們右邊走就是進入大南郊野公園的範圍 左邊就是屯門径 我們今天就需要去彩虹欄杆 所以我們就靠左邊屯門径這邊走 聽說很快就到了 走走走 如果你不死就很快到 死得另計 當我們向左邊走大約一百米的地方 我們就見到有一個 哎呀我們減肥成功 很多善信就放在觀音像 也都見到就有些善信在那裡參拜 在這個觀音像對面就有一個觀景台 是一個艇 大家在這裏也都看到部分屯門的風景 我們就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來到這個艇因為它都有些椅子在那裡 有桌有椅子大家可以稍微休息在這裏 喝口水呀看看風景呀 哎呀被些涼風清清吹鬆 真是頗舒服 那這裏也都有一蟲竹在那裏 相當之不錯 那這個艇也都是由這個屯門區議會建造的啦 那麼就來到這裏呢就 雖然是個觀景台 但是周圍的樹就生得很茂密啦 那麼就遮擋了一部分的視線啦 那這裏呢就在這裏呢就看到這些屯門的風景 那麼就不是看得很清楚啦 因為被些樹和些草遮擋了 那這裏也都是屬於是西曬的地方 我想夏天呢這裏都幾熱啦 那麼在這裏呢我就見到一棵很靚的樹啦 這棵白蘭呀白玉蘭呀 那麼如果我想到了它的花旗呢 這裏的花呢應該很香啦 那麼今天那天也都很靚呀 藍天白雲 適而行山呀 我當然知道啦 那也都看到呢這些安樹在這裏 那也都見到一棵琵琶呀 哇好梳落的 有幾粒很小粒的琵琶在這裏啦 果然是我們嶺南的水果啦 啊熱帶的水果 那麼我們就繼續我們的行程啦 啊我們終於來到這個彩虹欄杆啦 那真的啦 大家看一下這個彩虹欄杆多漂亮呀 三位美女 口罩不用戴這裏是郊野公園來的 是啊 是啊這個有豁免的耶 那我們今天呢就預算在 河風堂這邊上就在山的另外一邊下去的 那麼現在我們就這條片呢 因為我們已經拍到這個彩虹欄杆啦 所以呢就也都是暫時會 蘇夏果傳給大家 是我現在預備呢就將屯門這個 我們見到這個很闊的一個一個角度啦 是啊 那麼其實呢這裏彩虹欄杆也都是很多很多朋友來這裏行山的 是一個很出名的景點 那麼我們呢看到山腳呢 就是我們屯門的市中心的一個一個地段來的 那麼也都是呢 那也是呢來遠我們就見到這個西鐵那個在這裏經過 那麼但是呢今天呢這個天氣呢就有些煙霞就不是很清晰 那麼但是呢我們都是大約是見到這個這個 這個全門呢這個這個大部分的面貌的啦 那麼對面呢也都是有些山的 那麼我不知道那些山是甚麼山啊 哈哈哈哈 因為呢來之前呢就沒有查過那個地圖 那麼我們就見到呢就是這個青山公路啦 這個全門高速公路下來的地方 還有這個西鐵呢都是在我們的眼前的啦 那麼這裏有一個很漂亮的山谷啦 那麼也都見到很多樹啦 那麼見到一些很漂亮的蟲樹 這些針蟲 那麼這些這些針蟲真的很厲害啦 它在一個當風的地方 這裡是一個很當風的地方 但是它都是生長得很漂亮 那麼就是這個不愧是君子啦 真是蟲竹梅呀 就是蟲樹可以排在第一 就是有它的道理 就是它是不屈不撈的 就是環境多惡劣呢 它都是可以生得很漂亮 它都是很努力地去生存 你看啦大家看看這棵針蟲多漂亮 那麼這條片呢我們就站過一段落 稍後時間我看看有沒有一些適合拍給大家看的呢 我再拍給大家看 那麼多謝大家收看